陈坤儿子高中毕业 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带着女朋友与家人一起聚会的照片 这张照片引发了众人对其母亲身份的一些猜测 早在很多年前就有网友传言 陈坤家里有一个小保姆 在网友贴了这名小保姆的照片之后 不少人通过对比外形 谣传陈坤的儿子就是这名小保姆所生 在这次陈坤儿子晒的家人与好友聚会的照片里 网友发现 就餐中有一名女性非常像当年的小保姆 于是好奇的网友又开始议论猜测起来 对此陈坤的粉丝对其表示不满 要求陈坤去状告这些造谣声势的人 对此陈坤表示 不是什么大事不理就是了 一句假话传一意思也是假话 假的真不了 粉丝评论他一脚气翻心灵鸡汤 现在是法治社会 编排造谣素人可以发律师信 陈坤回复 我不 我喜欢继续鸡汤